就一看眼前就是西安第一家六星级酒店了 屋内的装修让人大开眼界 点赞评论转发家关注 这个视频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这一家酒店就是西安索菲特传奇酒店 前方就是这个酒店的大门口 可以看到这个大门口是有点特别的 我刚才经过这里还以为里面是某个单位 了解后才知道这里面是有律师的 这个地方在过去是作为国宾馆的 到后来才成为索菲特传奇酒店 现在我们进去看一看瞧一瞧 前方这一栋就是索菲特传奇酒店的本部大楼 叫做人民大厦 除此之外可以看到里面的空间挺大的 环境绿化也是相当不错 可能这就是为什么能评选为六星级酒店的原因之一了 走到这里发现楼的前面还有喷泉 对于最佳酒店 据了解的话在全球只有五家 分别在越南河内 埃及阿斯万 哥伦比亚 圣克拉拉 荷兰阿姆斯特丹 以及现在所看到的西安醉作 它的分店之所以这么少 主要是因为它是欧洲最大的酒店集团 亚高旗下的顶级品牌 因此的话对酒店的选址要求特别严苛 那大家好奇在这里住一碗要多少钱吗 其实价格也不是特别的贵 最便宜一碗只要1700多块 但是最贵去到了15000多块 还是挺夸张的 虽然最便宜只要1000多块 但是我相信普通人没几个舍得住 不过有一说一 这里面的装修十分奢华 一进来把我惊讶到了 看这大堂的装修 再看这走廊实在太奢华了 好了就简单带大家看到这里了 大家看完西安第一家六星级酒店之后 有何感受有什么闲缩的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